好另外這個最近美國在操作的2758 要把台灣問題國際化 的一個前面的鋪陳嗎 這個是假議題啊 假議題 對啊因為 那他在這個時間點操作他 沒有他不是這個時間點 他去年眾議院就通過 台灣國際團結法 那就是這一條 然後來布林肯也公開講 然後AIT理事主席羅森伯格到台灣也開記者會 早就都講過了 那你既然這樣主張你怎麼不去聯合國提案 因為 這個不是你的國內法 這個是聯合國決議 那你如果要真的發揮影響請你去聯合國提案 那最近這個荷蘭跟澳大利亞 國會也通過類似的 這個聲明嘛 那你既然發表聲明你都是內科制 那你為什麼不去改你的外交政策 我跟你講啊你如果要落實這個東西 作為你的外交政策 那他們都要跟中國斷交 因為都違背建交公報啊 有寫到那麼的明確嗎 當然有啊 不然你美國為什麼會有One China Policy 你怎麼會有One 你可以把One China Policy拿掉啊 對不對 那個 跟中國建交的有哪一個國家 沒有一中政策 只是你會 用你的方法來敘說啦 那你為什麼要寫 表示你不寫 就不會建交嘛 那你如果要玩到2758的決議不包括台灣 那就形同 一中不包括台灣嘛 他這兩件事情在美國的操作裡頭他是希望他 同時存在啊 不是啊對北京來講就同一件事啊 美國不敢嘛 美國不敢這樣做嘛 不然美國為什麼不去改他的建交公報 三公報 然後為什麼不去聯合國提案 所以這種叫做 他就是故意在國際上製造一種輿論來噁心你啦 你懂我的意思 這種叫做噁心啊 就讓你難堪啊 就這樣 可是 你這樣的作為 在國際政治上沒有任何作用 因為他不是國際法 只是你的國內法嘛 那政治人物 垂口說說 那反正你拜登政府搞不好就要下台了 那你布林肯就不見了 那下一個國務卿不一定會這樣說啊 就這個並沒有成為政府的政策 我們要講的是政府的政策 比如說你國務院 你從此就跟中國講說 One China這個詞我不要用 那中國就準備跟你斷交嘛 結果就是這樣嘛 那表示你沒有 那你就做這種動作 明明明明顯是違反One China 然後中國一定會抗議啊 那中國抗議你不聽啊 這就是一個循環啊 對啊 就是這樣啊 所以你 你台灣玩這種遊戲 是讓你不會有任何結果嘛 那你就是 去激怒北京嘛 所以北京一定會做動作嘛 那北京已經在做動作啦 他在最近的雙邊聲明 多邊聲明 他就試圖去擴大一中的含義嘛 他就會盡量去鼓吹你說 把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寫進來 之類的 比如說 最近中非合作論壇 就有好幾個非洲國家就 來背書嘛 那 還有他可能會 對台灣做制裁嘛 所以我們就看到 那個 龍魚業產品三十四項 關稅優惠被取消嘛對不對 那接下來搞不好還會 搞不好最倒楣的變成林佳龍啊 他就變成斷交部長 因為有幾個地方本來就是 岌岌可回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你搞這個我不知道你是在高興什麼 這個讓人家理解就是 他事實上是在做大內宣 他準備鬥爭 國民黨 中共同路人啊 國台辦指示啊 就是 充滿了這種思慮啦 因為如果他是一個國際政治啊 外交上的鬥爭 那你應該去請 荷蘭澳大利亞 跟美國在聯合國提案嘛 然後也請你 叫我們現在僅有的12個友邦 都去提案嘛對不對 這才是完真的嘛 可是你也知道不會過嘛 因為搞不好在 武昌就被中國否決掉了 是一定會被否決掉了 是啊 對啊 而且這個 涉及兩岸定位 在聯合國一定是重大議案 三分之二 根本不可能過嘛 你自己到聯合國大會 作為一般提案要表決 也不太可能啊 不太可能只是一個聲明 那不涉及 對那個 2758號決議的顛覆 只是一個聲明 到聯合國 我認為連秘書處都不會幫你排案 不過這件事情 就算是民進黨政府的一個大內宣 但是還是美國 把這個議題調起來 對啊 是啊 所以北京的反制 針對的對象 應該要是美國 沒有 北京不理會美國 不理他 因為他知道他玩假的 中國如果針對美國的假議題 都陪著玩 那每天都很麻 累死了 各個最近那個反中州 就是反中國州啦 那一個禮拜就通過25個議案 你都要面對啊 不可能嘛 所以 北京當然知道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 他只會面對真的啦 那民進黨政府這也是假的啊 民進黨 民進黨本來 民進黨大部分都假的啊 民進黨搞台獨也是假的啊 那他所以他是為了國內的政治利益嘛 可是北京不會讓你得逞嘛 所以他會在外部懲罰你 即便知道你是假的我還是會處罰你 當然是啊 因為他處罰得了 台灣 他沒有必要去跟美國玩這個嘛 他對美國就是 你玩真的我就對你玩真的嘛 就是這樣嘛 比如說你又 制裁了比如說電動車 要加稅加100% 這個就是真的嘛 太陽能產品加到50% 這是玩真的嘛 連半導體都要加到50% 這個就是玩真的 那 中國相對美國就要 抓幾個東西來刻針嘛 這個就是真的嘛 那像這種叫做嘴炮 我幹嘛陪你玩 那我也知道你要幹嘛 就表示說啊我沒有拋棄台灣啊等等啊 那台灣的執政黨笨啊陪你玩啊有什麼辦法 所以就要打打 小弟了 那另外這一個 美國在菲律賓的這個太風飛彈的發射系統 之前一度傳出要撤 結果現在 不是 本來就是講9月15號之後要撤 對 結果他現在不撤 是 那 不撤 我覺得 原因應該就是中非關係惡化了 所以美國也要做態 說菲律賓你不要怕 我沒有要走 那可是會不會永久放也不知道 因為他現在這裡沒有航母 所以總要 有一點安心措施吧 就讓菲律賓安心的 對對對所以 9月15之後本來就要撤 所以因為航母 還回不來啊 所以撐到航母回來之前他可能都會在 我相信是這樣 所以也不見得是永久要放在這裡了 我覺得美國的主要目標 是包括菲律賓跟日本 他未來還會去日本放 那日本現在陷入苦惱之中 到底要不要給他放 對對對 因為 你自己做出來自己架設 跟讓美國放這個意義完全不同 那日本人寧可自己做 因為按鈕在誰手上就差很多了 而且不只這樣 而且你變成美國的棋子 這有地緣政治 的意義 你 你 你自甘變成美國的棋子 這個完全不一樣比如說我們台灣 如果自己做出中程飛彈 那大陸也不能怎樣 比如說我們也有在做 可是你如果讓美國進來佈置你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會非常嚴重 可是日本現在已經有這麼多美國的駐軍了 沒有中程飛彈 就缺這一項 缺很多項 北京 非常清楚 分得很清楚 哪些項不可以進來 就是這樣 哪些是紅線 他畫得清清楚楚 當然知道了 餐廳 立刻